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我们来看看英国和法国在选举后的经济动态 英国工党大胜选举 预计将重新调整与欧盟的关系 并加强与印度等亚洲经济体的合作 而法国则面临组建联合政府的挑战 也将更多关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 这些变动将如何寄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接下来我们转向中国的一项重要决定 中国科学技术部发布了新的伦理指导方针 全面禁止涉及生殖系统基因编辑的临床研究 这一举措是对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回应 旨在防止不负责任的基因操作 保障科学研究的伦理性和安全性 最后我们来到香港 这个城市即将再次举办 亚洲五十最佳酒吧颁奖典礼 香港的酒吧文化不仅多样且充满活力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酒吧爱好者 Co的创办人Jay Khan表示 香港是举办这一活动的理想地点 因为这里有众多高品质的酒吧 让人们可以方便地体验不同的酒吧风格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英国和法国在选举地震后 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 预计这将重塑与亚洲增长引擎 如印度和东南亚的贸易动态 英国工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结束了保守党14年的执政 而法国的新人民阵线联盟 在悬浮议会中获得最多席位 英国新首相吉尔斯塔默将优先重置与欧盟的关系 但他的务实政府也将积极与亚洲新兴经济体接触 英国政治和安全分析师克里斯托弗·布莱克本指出 亚洲的老虎经济体正处于转型阶段 欧洲可以帮助加速这些国家的财富和发展 生活成本危机是推动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通货膨胀超过了家庭收入 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法国的新人民阵线承诺提高最低供 资限制基本商品价格 并取消不受欢迎的养老金改革 尽管左翼联盟可能赢得了最多席位 但其庞大的经济议程 引发了对国家债务水平上升的担忧 英国和法国都需要通过增加贸易收入 来补充税收收入 以应对选民的经济焦虑 英国新政府将优先加强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 预计这将部分弥补脱欧后失去的欧盟贸易机会 分析师认为 英国可能会从欧盟的做法中获取灵感 指导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发布了新的伦理指南 禁止所有涉及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临床研究 生殖系基因工程设计改变精子 卵子或早期胚胎中的DNA 以引入可遗传的变化 根据中国科技部发布的 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伦理指南 任何涉及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 临床研究都是不负责任的 不被允许 这标志着中国在2018年 贺建奎创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后 进一步加强伦理审查和监管 指南强调 只有在充分理解并权衡利益 风险和替代方案 解决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 达成广泛社会共识 并进行严格评估后 才能在严格监督下考虑临床研究 指南还严格禁止 将基因组编辑研究用于生殖目的 尽管进行基础和临床前 研究以理解人类胚胎发育 和相关疾病是必要的 但伦理问题也同样重要 贺建奎的事件引发了巨大批评 并促使中国加强基因组编辑研究的法规 设立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 指南还呼吁特别关注 在涉及体细胞基因组编辑的临床研究中 意外改变生殖细胞的风险 并评估可遗传突变的风险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的酒吧场景 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关注 香港长期以来 以其丰富多样的美食景观而闻名 提供从传统美食 到创新融合菜肴的各种餐饮体验 除了其备受赞誉的餐饮场景 香港还拥有一个充满活力和独特的酒吧文化 过去五年里 16家香港酒吧进入了亚洲五十最佳酒吧的名单 今年香港将再次主办亚洲五十最佳酒吧颁奖典礼 科威酒吧创始人杰汉表示 香港是举办这一活动的绝佳场所 因为这里有很多高质量的酒吧 方便进行酒吧巡游 科威是首个连续三年 获得亚洲最佳酒吧第一名的酒吧 汉还在内地开设了科威上海 并在香港开设了姐妹酒吧 The Savory Project 著名日本调酒师吴感 将于7月13日 在香港中环开设他的首家酒吧Gokan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表示 这一合作凸显了香港 在全球食品和饮料行业中的重要地位 并展示了这座城市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地位 亚洲五十最佳酒吧2024的名单 将于7月16日在香港瑰丽酒店现场公布 南华早报报道 一名来自中国湖北省实验室的33岁男子景 因妻子对他变得冷淡而心生怀疑 最终使用无人机揭发了妻子的婚外情 景的妻子吴在去年开始对他态度冷漠 经常故意忽视他 并且工作岗位和探望父母的次数也有所变化 这些异常行为引起了景的怀疑 景决定用无人机追踪妻子的行踪 结果发现他与一名男子在一个偏僻的泥雾中优惠 该男子正是他的上司 景表示他将用这些证据来申请离婚 这起事件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有网友感叹科技的神奇功能 认为这是揭穿谎言的利器 并强调夫妻应该坚持忠诚的原则 南华早报报道 这个周末香港有不少精彩的购物活动等着你去探索 首先瑞士运动品牌On在中环开设了香港首家旗舰店 展示其独特的鞋类服饰和配件 其次BTS粉丝将迎来BTS Monochrome快散店 提供从照片卡到家具用品的各类官方商品 第三100%多拉A梦与朋友展览 也将在香港举行 展示包括限量版木雕和毛绒玩具在内的各种独家收藏品 此外夏日嘉年华Summerfest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办 提供艺术音乐 集市摊位和运动活动 最后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了夏日香港活动 为过夜Yachting or Tea提供价值超过500港元的交通 餐饮和购物优惠券 南华早报报道 马尔代夫拥有1192个珊瑚岛屿 是旅游者心中的梦幻目的地 随着香港航空恢复直飞马雷的航班 前往马尔代夫变得更加便捷 此次对比了两个五星级度假村 沃尔道夫阿斯托里亚 马尔代夫伊塔富士和拉福尔斯马尔代夫梅拉度 沃尔道夫阿斯托里亚以其超大泳池别墅和众多设施吸引富豪和名人 其私人岛屿每晚价格高达60万港元 渡假村提供从网球到水上运动的各种活动 并由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协助保护环境 拉福尔斯马尔代夫梅拉度则以其小而美的氛围 吸引寻求和平与自然的游客 拥有22间海滩别墅和环海的水上别墅 并提供浮潜 潜水和瑜伽等活动 渡假村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消除一次性塑料 并设有海洋生物学家 两个渡假村各有特色 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南华早报 尼泊尔多尔坡地区的村庄仿佛海市森楼一般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才得以抵达 这里位于海拔高达7625米的山谷中 村民们依旧过着传统的农业木业生活 然而 现代化的摩托车却打破了这一宁静 随着冬虫下草的崛起 这种传统的脏药材在中国市场上的需求激增 村民们通过出售冬虫下草赚取了大量财富 纷纷购买摩托车来改善出行条件 尽管道路建设仍在进行中 但摩托车已经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改变了他们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BBC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 最近展开了一场国际巡回访问 试图在俄乌战争中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 他先后访问了基辅 莫斯科 阿塞拜疆 北京 华盛顿和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试图推动停火协议 然而他的行动引发了欧盟和美国的强烈不满 认为他破坏了北约的团结 并与普京和习近平走得太近 尽管他在国内外都面临挑战 但欧尔班试图通过这次全球巡防 展示自己的领导力 尤其是在国内政治局势不利的情况下 力图巩固自己的地位 日经亚洲 根据瑞银的一份报告 未来五年中国百万富翁的增长速度将落后于其他地区 预计到2028年 中国将有约650万人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 仅次于美国的2540万人 然而 与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等邻国相比 中国的增长率显得相形渐软 台湾和印度尼西亚分别预计增长47%和3% 中国人口下降和财富外流是主要原因之一 而俄罗斯尽管面临西方制裁 但其百万富翁数量预计将增长21% 达到46.1万人 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也在不断加强 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俄罗斯的财富增长 南华早报 在6月27号的电视直播辩论中 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对决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这场辩论是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两场预定辩论之一 尽管美国的总统辩论已有悠久的历史 但这种短时间内进行的辩论 往往缺乏对复杂政策问题的深入讨论 辩论中 拜登和特朗普更多的是在互相攻击 而非展示深思熟虑的政策 尤其是拜登的表现 让人们对他的年纪产生了质疑 拜登现年81岁 其表现被解释为因感冒或时差所致 但这并未平息对他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总统的疑虑 历史上 中国的皇帝们大多寿命不长 少数活过75岁 中国历史上 年纪最大的登基者是唯一的女皇帝吴泽天 他在67岁正式称帝 统治了15年 直到81岁病重被迫退位 他的治理在历史上得到较高评价 但也有批评者指责他的任性和晚年有难重的行为 最终 他在退位后仍享有皇帝的尊容 安然去世 无论谁赢得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都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 南华早报 香港游泳选手卓明浩因多次违反几率被逐出代表队 他声称不清楚自己违反了哪些规定 香港游泳队总教练陈建宏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系列截图 显示卓明浩曾在去年向他道歉 陈建宏表示 卓明浩的违规行为包括无故缺席训练和态度恶劣 截图显示卓明浩在去年7月24号向陈建宏道歉 承认自己犯了大错影响了香港队 陈建宏回应称是否重新接纳他取决于教练薛瑞鹏的决定 卓明浩承认了这些信息 并解释说去年7月在昆明训练时 他曾在训练后出去喝咖啡 没有告诉教练 但在晚上10点前回到酒店 教练不在酒店 但事件报告被提交给了陈建宏 香港体育学院表示 卓明浩在2023年1月至11月期间有三次违规行为 包括无故缺席训练 态度恶劣和在中国大陆训练期间违规 此外 他在10月和11月期间表现不佳 训练不达标 卓明浩表示 他的焦点应该是他在要求减少比赛数量时所承受的压力 他称 一位俱乐部教练威胁说 如果他不在香港公开游泳锦标赛上参加八场比赛 就会要求香港队教练将他从押运会名单中除名 南华早报 军事无人机的兴起改变了现代战争 美国和中国都在竞相开发这项技术 以应对印太区的潜在冲突 过去两年 中国大力投资无人机技术 生产出更快 更智能 更适应的设备 使解放军在战术上 能够与美军竞争 巴黎海军新闻报道 在上海附近的一个船厂发现了一艘神秘船 可能是世界上首艘 专门用于固定翼无人机的航母 此外 上海互动中华造航场 正在建造的076型两栖攻击舰 可能会配备电子摊射器 能够携带固定翼无人机和直升机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高级分析师 马尔科姆·戴维斯表示 076型舰艇的建设表明中国重视无人系统 在联合武装行动中的重要性 南海和台湾海峡的冲突度风险不断上升 美国可能会被卷入北京和马尼拉之间的紧张局势 解放军近年来也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美国对台湾的防御承诺包括提供武器 但在是否会在中国大陆攻击台湾时 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上 美国一直保持战略模糊政策 无人系统正成为现代军队的主要战场 中色 国军事研究人员强调了无人系统 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 包括大规模生产 高质量无人机和创新武器 中国的无人机策略 还包括在所有军事分支中 综合应用这项技术 除了无人机外 无人海面和水下设备 也将发生变革性变化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 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 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